一个人究竟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 才能让一向力挺自己的父亲 在媒体尽头前宣布 自己也不再信任这个孩子 能回到正途 如果了解JR史密斯在纽约时期的所作所为 或许你就能理解鄂尔的举动了 12年2月JR已指250万美元的合同 加盟了尼克斯 在发布会上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今年已经26岁了 不再是那个18岁的孩子了 我发誓 我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好公民 在球场的表现上 JR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公民 尼克斯在赛季中段更换了主教练 新上任的伍德森是一个没有什么架子 也鼓励球员自由发挥的教练 很显然 这符合安东尼的要求 也符合JR的需求 于是 本就有机会成为超级第六人的JR史密斯 真的完成了这项任务 他把鬼魅的投射运用到了极致 有多场比赛都以替补身份 改变了比赛的走势 球队的东部第二战绩 12月份的两次绝杀 外加4月份的东部周最佳 让场军18分的JR 利亚克劳福德 当选最佳第六人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13到14赛季 JR再遭遇竞赛 这次不是车祸 不是庭审 而是毒品 没错 由于交易并稀释大麻 JR被当地司法部抓获 NB也给出了停赛五场的惩罚 在那个国度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稀罕事 但对于想打出成绩的JR来说 过度稀释 的确会导致身体机能下滑 父亲厄尔也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会对JR进行限制和教育 但27岁的人 怎么还会听父亲的话 在竞赛期间 JR明显再次犯案 在1.25的强大作用下 神志不清的JR 把社交媒体当成了私人设备 上传了很多很拥有的私密视频 照片 引起了轩然大波 回到球场 JR也威风不在 他的膝盖伤病复发 效率下降 在比赛中 还两次做出解开对手携带 这种迷惑行为 再加上一年之后 伍德森惨遭解雇 这让JR又一次和管理层大发雷霆 显然尼克斯 并不是属于他的最后一战 但塞翁失马 言之非福 属于JR生涯的避难所 终于出现